台南市警方排定今晚扩大零检 不过下午许多民众就在社群网站收到讯息 表示今晚开始扩大零检 请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酒驾 还公布今晚起到10月底 警方排定所有扩大零检日期时间 及各项即将实施的交通违规 新法则许多网友纷纷转传引发热议 市警局长黄宗仁晚间收到转贴内容后 立即向局内相关单位查证 发现转传的许多相关讯息 只有一点是真的 其他都是网络谣言 除呼吁民众不要相信 别再转传 也只是所属 持续在网络宣导 许多民众今天下午收到的讯息 指今晚警方要扩大零检 还公布今天起到月底 将有六天晚间特定时间扩大零检 强调交通违规开始罚很重 祝大家平安 因今晚警方确实排定在各主要道路 拦检人车 有网友直呼相关讯息神准 拂新来的 转传内容 直本月20日开始重罚项目有 等待红灯时超出白色禁止月限 出900元罚金 还有红灯又转罚5400元 并强调这是目前交通警察的重点工作 要注意哦 解闯红灯罚款由1800元到3600元 超速则由1200到2400元 调为6000元起票 前每超速一公里加罚100元 不过警方表示超越红灯停止线 确实罚900元 但已行之有年 并非20日才要实施 其余各项罚款金额都不正确 整个大四流传讯息 只有一点是真的 那就是13日晚间警方确实有扩大灵检 不过确实的时间 各分局不一定相同 也不会事先公布 台南警方晚间在重点路段路口 扩大灵检 记者周宗真摄影 分享